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牛 我現在在上海 好久沒有在上海探店了 今天我們要走進大街小巷 去找隱藏版的美食 第一家 聽說是上海性價比 極其高的一家捲膜店 再來我們去旁邊 有一個隱藏版的潮汕藏粉 然後呢 再往碑走一點 吃個聽說是上海性價比 最高的大包 再來最後這一家可厲害了 聽說是鹹蛋新人最愛的店 所有東西都可以加鹹蛋黃 我們要去試看看 他們某點名上面排名第一的 海鮮炒飯 這一集有很多好吃的 來 跟我一起逛吃上海吧 走 這邊因為靠近服裝批發市場 附近小吃好多 滿街都是 不過今天行程有點多 我們就吃個捲膜 下次再看看有沒有別的好吃的 我告訴你 你可以跟他說 因為我們地藏北部 所以我們就把雞皮盤 那老闆給我一個全家的 下支香腸 哎 好 謝謝 我到裏面這時候 你耍什麼嗎 別耍一下 嗯 好 好 謝謝 拿到我的捲膜在店裡坐下來了 事實證明我還是太天真的 這個超大一個的 所有的料全加了 總共是35塊 大家看起來這個怎麼樣 感覺是中國版超級巨大的Burrito 來 我們來試一口看看 收錢八道帳 三 十 二 元 收錢八道帳 十 七 元 嗯 味道不錯耶 有點辣 有那個醬香 還有很強烈的蒜味 這樣這種 巨大的綜合口感 其實也不用去 單獨講每一個材料的味道了 但是就是 有彈有Q 有軟有糯 有脆 然後味道也是 無味雜陳 鹹甜苦辣 可能沒苦 老闆給了我個筷子 我們試個那個 呃 蹄膀吧 還不錯 軟糯鹹香 這整個 真的是不錯 尤其是 最後那一勺蒜 畫龍點睛 來 老闆謝謝啊 掰掰 剛剛那個捲膜是真的大 而且一到飯點 很絡意不絕 就是那種 平價實惠的美食 當然啦 我覺得它應該加了 不少的味精 但是吃起來 開心 好 下一個 我們去找看看 潮汕的 藏粉和鹿水 真的是個 好小的巷子 在居民區裡面的 走 我們去看看 老闆老闆娘 我怎麼點菜啊 先做一下 我給你說這個 等一下你去吃 你會不會知道 真的啊 我第一次來 好不小心 第一次來 朋友介紹來了 我就跟你說 就是我 這全部都是這個 全部夾蛋 我吃下去 我吃下去 你去買 真的 沒辦法 現在我們做這個 都是還要少的 一起做嗎 要少嗎 我跟你說 兩個糖粉 三個 各來一個是吧 那你都要過來 兩個糖粉 你趕快來趴路走 多一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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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朝上的 朝上的人都做的都不會一樣的 不要說很短式的 差得太 是吧 這個倒是跟閩南的有點像 朝上 這就是朝上的 好 謝謝 這邊它店很小也只有三個菜 就是腸粉 滷水還有湯 湯是後面看大家點都補的 那我們先從腸粉開始看看吧 它這個確實看起來跟 廣東腸粉不太一樣 吃看看 Q彈絲滑 然後裡面包的是菜脯能是 菜脯丹耶 好有趣的味道 它外面澆了一層汁 也是滿溫和的味道 不鹹 就是主要的鹹味來自那個菜脯 帶一點回甜 還滿不錯的 尤其是我這個已經放了很久了 還是很Q彈絲滑 我感覺比我平常吃的 廣東的腸粉 更Q彈一點 每一份有一只大蝦 Q彈 好吃 然後老闆娘說 湯裡面的肉片先吃 它這個湯的料真的好多啊 哇 有肉片有一些下水 然後還有蓮藕 最後上面還有一點菜 來 我們先吃看看肉片 肉片 軟嫩Q彈有肉香 這好吃耶 既然是蓮藕湯 我們吃看看它這個蓮藕吧 嗯 粉粉的鬆軟 就是沒有什麼蓮藕甜味 可能這個蓮藕品質 燒鹹一般 再來喝口湯 清甜 肉香的清甜裡面 帶了一點蔬菜的那個韻味 滿不錯的 來我們那個滷水還沒試呢 先從它這個滷肉開始吧 嗯 入味 滷香的味道很濃 然後外皮還帶點Q 然後肉也很軟嫩 挺不錯的 下一個 潮汕的叉燒 就是那個味 加了紅椒 就是台灣的紅椒肉 外面微脆 在裡面軟嫩 然後還有爆一點油 好吃的 然後 這個 老闆娘這個 這個是什麼 肉醬 這什麼 肉醬 肉 廣醬 肉醬 冠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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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廣醬 我本來以為是豆子做的 不過感覺是肉漿做的 呃 吃看看 嗯 貢丸的味道 做成個捲 這個好吃耶 這像貢丸一樣的好吃 老闆很有趣 他一直走來走去跟大家講說 不夠跟我講 加白米飯 加白米飯 我真的吃不下 不然我就捧你腸 我就吃白米飯 哈哈哈哈 哎呀 台灣 來大家吃完飯 也可以陪老闆喝杯茶 還不錯 喝杯茶 老闆請 乾 喝了喝了喝了 好啦 我就喝一杯 我還有 還得走了 還有地方去 有空來喝茶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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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那個腸粉啦 真的是 非常可愛的一家店 很久沒有這麼可愛的店了 那總的來說 這家店 很推薦 我還蠻喜歡的 就算 你不是來吃飯 來體驗一下這個人情味 也是 很好的 好 下一家 走吧 上海的這種老居民區裡面走 還是真的非常有生活的氣息 就是沿街就是小攤 買菜的 買魚的 買肉的 然後大家好像鄰居都很熟悉 就是 煙火器 真的是煙火器 在這個居民區的旁邊 老上海大包 很多人說 它是上海包子性價比之王 走 我們去看看吧 這個是肉的 這個是肉的 好大 還有一個芝麻 這樣多少 8塊5 好 謝謝 拿到我的大包了 三個好大的包 總共8塊5 真的挺便宜的 來 試看看 菜包其實很大一顆啊 可能有半斤重啊 2塊5一個 真的很實惠 來 試一口 菜味蠻足的 就是菜有點稀爛 外皮 稍稍有點黏了 可能是 真的 火候稍微過了一點吧 但是真的是很實惠 所以滿滿的餡料 可以吃飽 下一個就是這個大肉包 他們家的招牌 試看看 肉包好平 發的蠻好的 然後肉汁沾滿的那個包子皮 最主要是好大一顆肉球在裡面 油滋滋的 一口咬開 那個油整個爆出來 吃起來還蠻爽的 這個3塊5一顆 性價比真的很高 最後一個這個是 芝麻的 它豆沙賣完了 然後我買包子都是 肉菜甜 各一個 吃看看 芝麻的很香耶 表皮滿蓬鬆的 按下去 有點回彈的感覺 然後 又醇又香 微微帶那個沙沙的口感 芝麻好評 真的是滿香的芝麻香 我喜歡 小哥不錯 拜拜 下一家 魔都排名第一的海鮮炒飯 大眾點評排的 大家就參考一下就好了 去看看道理好不好吃 走 你好 海鮮炒飯 然後蛋黃大燒賣 鹹蛋黃燒釀團一個 就這樣 好謝謝 好的 好謝謝 這吃的對吧 對對對 好謝謝謝謝 炒飯還沒來 我們先試看看 燒賣跟雙釀團吧 雙釀團先來 倒著吃 從甜點開始吃 這看起來是不錯的 嗯 好吃的 你一入口上面那一層黃豆粉 給你一點淡淡的黃豆香 這個團子 確實是很軟糯 紅豆沙跟鹹蛋黃 意外的搭配 綿密甜鹹 帶點鹹蛋黃的顆粒感 這個好吃的 不錯 來下一個是鹹蛋黃 吃看看 嗯 這一口下去 鹹蛋黃超級搶戲的 沒有白玉蘭的好吃 但是它這個米炒過 帶點香菇的香味 也不會過於黏糯 搭配上鹹蛋黃那個沙沙的蛋黃感 也是好吃的 好謝謝 拿到我們的海鮮炒飯 確實是挺香的 來馬上吃一口 嗯 挺香的 主要是鹹蛋黃跟醬油炒在一起 那個香氣 米粒稍稍偏黏了一點 不是廣市炒飯那種很鬆散 蜜蜜蜜分明的 然後蛋香也有一點 總體來說 你要說它第一名嗎 可能 很多人不服 但是吃一碗好吃的醬油炒飯 加了鹹蛋黃 緊張添花 看來看去 不是很瞭解海鮮在哪裡 除了蝦子 有蝦子 吃口蝦子看看 蝦仁挺彈的 但是就是 蝦仁 好啦 這個就是 摩都在某點坪上面排名第一的海鮮炒飯 其實就是個好吃的蝦仁蛋炒飯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 好啦 那這一集視頻大家看到現在 覺得哪一家最喜歡呢 我個人是最喜歡那個潮汕的藏粉店 真的是除了好吃以外 還有滿滿的人情味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了 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點贊關注一鍵三連 拜拜